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蒲岩环保教育站重要的聚会地点 更可以说是核心的场景之一了 也因为这个地点非常的重要 剧组特别把租用的场地进行大改造 打造出一个新的信义面殿 虽然是新的场景 但整个拍摄过程却有很大的考验 因为没有空调 拍摄的时候每个人汗如雨下 透过幕后花絮来看看谁最怕热 这个面电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它的前身一定是便利商店 它有缠上步道 有斜坡 然后门口是自动门 没有面电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们把它变成面电之后是 所有的空调射出去之后 但是它还是一个封闭的盒子 对于拍片的人来讲 炎热就是一个很难克服的事情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会把它的泡茶区放在这块有点 比如从柱子中间那 柱子非常多 多做一些平面的东西来把它消除掉这些柱状的东西 这里会开两个 就是它封起来之后 在这个位置开两扇窗 让这边有自然光可以进来 因为真正好用的自然光 其实是自己给的 为什么他们家的信那么多 其实是因为它家够大 所以在这里会成立一个像是泡茶区 他们会有很大的桌子 然后放各式各样的饮料 目的其实是不时的大概就会有十几个人坐在这边讨论 接下来他们的环保栽要做什么事情 它是一个很核心的场景 在刚好 经过我们的道具师 去做一些橙色 什么之类的东西 把它做一个面电出来 就是我们的新一家面电 唯一的缺点就是 它没有冷气 所以非常的热 在里面像烤箱一样的烤 公司又添购了 三台的凉风扇 补装 就一直流汗 然后还要在演的时候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坐下来 如果有站起来的时候 那个裤子都是黏在 那个腿上面 俗话说得好 就上个战场才知道谁是真男的 到了这里才知道谁是真正的流汗大王 我们流汗的指数用五颗星来评比 那我先讲我本人好了 我比较是脸不会流汗 只有手会流一点汗 所以呢 我的流汗指数应该算是一颗星 不是很强的 那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里 三颗星的 三颗星 我们流汗指数三颗星的那个 这里喔 对 流汗指数三颗星 三颗星是满的吗 没有 五颗星是玉隆哥 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已经有中冷气了 他们第一天来的时候是有冷气的 但是玉隆哥没有冷气 有冷气还是一样 五颗星的流汗界的 流汗界的天空 八颗星的现在不在 已经在吃药休息了 对黄玉隆来讲可能特别难啦 就是他其实还是我少见的 特别会流汗的人 就是根本不用说拍一个镜头就流汗 他光对词就已经满身汗了 对 那个旁边那个舒嬅助理都盯着荧幕 那个那个 我们正准备 正准备读秒的时候 就会听他大叫一声 不走 暑期修炼班 快消息又要到这一杯水 这是修炼的场景之一 实在感觉真的有点发 人在发烧 我是没有发烧 但是现场的那种感觉 是好像你在发烧 所以应该有40度 对我们夏天拍戏 所以就是心理准备会有这种状况 所以 OK的 刚才你磨练 杨信义一进来 曾经任职职场业务的杨信义师兄 人际关系好 口才更是一级棒 业务成绩是公司的冠军 在词剧里 他和诗燕腾彼此互补 是不可或缺的伙伴 而回到家里所经营的面店时 杨信义又化身为主面高手 如此多重的身份 演员黄玉蓉为了要更贴切演出 信义师兄 特地前往拜访 向信义师兄讨教一番 包括了学习主面 只是这极旧章的主面功夫 究竟能不能通过最后的考验呢 大家好 我是黄玉蓉 今天来到这个是我们的 彰化浦岩地区 因为在这个戏里面 我饰演的这个信义师兄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业务王以外 然后做环保 很尽心尽力以外 也是一个主面高手 因为在这个戏里面 主面的这一块 也是蛮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今天来到这里 要向这个信义师兄 讨教一下主面 就是这一家啦 外表看起来虽然 好像很朴实 但是呢 里面的面听说很好吃 所以才会成为这个 打卡的热门地点 好啦 现在不多说了 赶快进去 向我们的信义师兄 讨教一下主面 走 本人对于主面比较一窍不通 那当然呢 要来请教我们的本尊信义师兄 请他教我两招这样子 然后把这个主面的整个过程呢 就是传授给我 然后在这个镜头面前才可以完美的呈现出来 那现在就是 要请教我们的信义师兄 第一个动作 拿面 面都有一个开头 我们要先捏住这个开头 重要的是要滚着水下去的时候 面才会Q 那在下面的时候 动作要把这个面散一下 不要让它结在一起 对 面团就要把它弄散掉 下个豆芽菜准备 30秒 1分钟左右 1分钟左右 1分钟以内这样子 对 对 对 这个面就可以起来了 来 再调一下这样子 再来加一下高汤 这样一个面就完成了 这么快速喔 对 洋葱面 所谓的叫洋葱面啊 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 对 对 哇塞 那这样子 还是要换你来一下吗 要换我来试一下 我平常都是看人家面摊老板在煮 我很会看人家煮 但自己没有煮过 所以对啦 因为到时候我要拍摄 这个信义师兄在煮面的过程 所以好啦 也是要先下海来试试好不好 好 来 客人来了 欢迎光临 请问要点什么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要洋葱面对不对 因为我只会洋葱面 刚才这个 经过信义师兄的这个 一番调教之后啊 我现在呢就要来试着自己 做出一碗洋葱面 好 我们这个锅里面的水 已经在滚了 所以呢 第一个步骤就是把面放下去 然后重点是面放下去的时候 下去以后啊 要不断地搅动 避免让它黏在一起 下去 开始先搅动 好 那这个时间啊 要拿捏得很准 大概是大概30到40秒左右 在这个同时呢 先把这个我们的豆芽菜给下下去 切切开 这样 怎么办 等下要给师兄尝一尝 平常都是看人家煮 现在要自己煮 这个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吧 诶 有人打pass 诶 有人 都是可以 这个酱汁啊 大概抓个八分满左右 淋下去 再来少许的一点香油 刚刚看这个量差不多是这样子 淋上去 加一点葱花 这个配一点颜色 让它看起来很健康的样子 好 最后了 来上一瓢高汤 最后了 来上一瓢高汤 天啊 真是不肯相信 我居然完成了我人生的第一碗 洋春面 你看 不好打分数 这个这样子虽然没有100也有80 哇塞 师兄真是好人 谢谢 好啦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 让我在之后 参与这个 心意师兄面殿的演出的时候 我比较有信心的 一定会有 这个就是熟能生巧 其实一开始就是真的不太熟悉 其实做久了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 就是你只要多练习 就是多用点心 其实之后你就会越来越顺手 谢谢师兄 不客气 一个环保站的成立 对于蒲妍的乡亲 影响力是不是越来越大了呢 请您锁定大爱剧场 以及大爱会客室 今天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